他们是流浪狗 但他们的孩子不是 有网友分享 下班步上在街边的商店买了鸡腿 一低头却看到脚边突然多了一只流浪狗 正眼巴巴的盯着它 于是网友只能恋恋不舍的把手中的鸡腿给了它 可狗狗并没有吃 而是立刻将鸡腿叼在嘴里转身离去 为了搞清楚状况 网友就一路跟着它 狗狗叼着鸡腿一路小跑 像是特别高兴的样子 怕网友跟丢 途中还不断回头确认 网友在后面追了很久 最终走到了一处深巷子里 当它继续走近的时候 狗狗突然停住了 它犹豫了一会儿 然后把鸡腿放下 这时 巷子里突然窜出了很多小狗 在狗妈妈身边开心的打转 它把食物分给了孩子们 还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表达感谢 还有一位小姐姐 经常在上下班路上 投为一只名字叫小白的流浪狗 有段时间工作很忙 一直没有机会去看 有天下班早 小姐姐正准备去看小白 然而却看到小白正在路口等着它 身边还有自己的孩子 还没等它反应过来 小白就从孩子堆里 挑了一只最健康最听话的 带到它面前 小白 那是你的孩子吗 不要带过来 我受不了 我顶不住 大悲 你不要把你孩子带给我 小白选择把自己最喜欢的孩子 送给对自己最好的人 因为小白知道 你对他很好 也会对他的孩子好 这世界破破烂烂 但总有可爱的小狗们 三分不不